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1月25号盛大展出 以局要20为主题 精心规划15个展区 同时串联周边商圈特约店家 在活动期间祭出优惠活动 并规划9场一系列精彩的历假日活动 邀请民众来感受局展独特的魅力 同一株大力局开出红黄白三色花朵 让民众相当惊叹 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记录 士林官邸局展今年适逢20周年 公务局公园处特别打造4米高的绿雕蛋糕 以及3米高的地球绿雕等特色花艺 并且精心规划15个展区 让民众感受局展的独特魅力 今年是局展20周年 那主题是局要20 那主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展区里面会跟那个生日派对的这样的元素是有相关 比如说你在展区里面会有看到20的 然后也有看到生日炭糕 那整个主题里面有数个展区里面 比如有生日派对啦 那星空派对啦 那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我的左手边这边有一个粉红的这个泡泡派对 那整个的元素里面大概就是会以生日欢庆这样子的一个的主题啊 来做这个整个展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跟创作 那局花除了是我们的这个一年必要看的这个大力局以外呢 那我们的这个造型局啊 也是我们的这个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造型局从原来的这个水滴形现在都已经发展到 比如说你有看到很多的星形啦 菱形啦 或者是其他的 那大力局除了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以外 那我们也有切花的就是说价街啦 应该这样价街有一个大力局里面也有多色的这个品种 那最主要的也有这个大力局区也有转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力局的这个展示 那比较重要的特色是因为20年嘛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路口园区开始到这个主轴旋的这个沿路 我们就把过往20年的这样子的不管是海报 或是展区的一些经典照把它这个取决出来 然后融入我们的这个展区的布置 这也是今年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另外在大力局展区 因为大力局是我们的主角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录制了这个大力局的整个栽培的这个解码的过程 所以在那个我们大力局旁边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大力局栽培的整个流程的海报 同时我们也录制了整个这个这个影片来看 让大家能够持续的这个观赏这样大力局的栽培过程 同时最重要特别的就是它有实体的不同阶段的实体的在这个大力局的阶段的食品 会在现场之后同步的展示 从2002年开始的士林关底局展 今年特别规划一局二时回忆长廊 以及局展时光机 带民众回顾精彩的局展二十年 并且特别设立大力局栽培展示区 让民众深入了解大力局的成长过程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局要二时 那我想局展自从2002年开始举办到现在为止 历经了二十年的这个时间 那一直以来每年这个局展都是我们台北市市民 甚至于是台湾各县市的这个民众 每年冬季必来这个参观的一个 必向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多年来就成为我们这个公园处的这个同仁 历多年的努力把我们局展的这个规模 从过去的一个可能只是一个 这个当初最早只是为了这个延续这个 这个过去蒋中正总统在的一个祝寿的一个仪式 一个用局的这个意义代表祝寿的这个意义 衍生出来的这个一个展览 那在发展成大绿局的多多的这个大绿局的这个技术 这个我想都是造就了我们这个局展二十年来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我想我们非常高兴这个有机会让这个局展延续的时候 我想他未来还有更多的二十年 需要来这一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台北市政府 在这一个园艺技术上面发相关的技术 那也谢谢长盟这一个多这个我们日本这个地坚市的这边多年的这个协助 还有我们过去还有参与的这一个像运进向发展都是在这边举行 所以我想透过这一次我们局展的这一个举办 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二十年来 在台北市的园艺发展的相关的一个成就 那最来还是要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协办的单位 包括我们洗柳地化基金会 还有我们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 对我们多年来的这个协助 在我们展场的这个技术 还有邀请很多知名的园艺专家一起来协助我们 办理这一次的这个局长 那我想在这边也能够预祝这次的局长顺利的成功 也欢迎我们全国的这一个民众都来参加我们局长的这个活动 参观我们局长的活动 那在这个冬季这边 今天的这个我想是个暖冬的时节 特别适合来我们这个士林管理走走 参观一下局长 那相对的也在我们士林这边的这个商圈的活动 一起来包括我们北溢这边 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个士林的这一个商业商圈的活动 借由我们局长的这个一个引路 希望说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商机 局长期间也串联周边商圈特约店家 推出特色商品与优惠像是饭店业者推出局长联名的双人午茶宴 打造士林赏花品美食的一日游城 我们这次元山饭店的话配合士林管理局长20周年 特别推出了晨光暖局的英式下午茶 那使用的话是台中的台东的航局 以及台湾的纯蜂蜜 还有众多的台湾的在地食材 然后搭配我们的法式的甜点 那在到元山饭店来可以边欣赏大力局的同时 然后享用我们的菊花的下午茶 因为这次士林管理首次的局长 首次遗失大力局到元山饭店来 摆放我们士林管理的大力局 士林管理局长将从11月25号到12月11号登场 邀请民众前来参加秋菊盛事 体验士林管理周边不一样的吃喝玩乐风情 记者林旗会议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加福基金会议透过问卷调查 发现骑士仍然发生在特殊儿少的生活中 因此呼吁社会大众打造零骑士的环境 一起成为特殊需求儿少心理的健康守门人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 每位儿少都应受到公平对待 然而歧视却经常发生在特殊需求儿少生活中 加福基金会公布最新友善共荣儿少相处问卷调查 对于特殊需求儿少约有三成儿少有负面观感 超过九成在态度行为受家长影响 加福基金会针对友善共荣儿少相处的这个议题 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调查 其实我们都知道友善共荣是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在我们实际调查中发现 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孩童 在这个部分其实在相处上面 跟一般孩童相处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孩子 其实都会被取一些绰号 或者是在一些 就是在合作上面同样都会有一些很大的议题 那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发现就是 家长的态度非常明显的是影响到孩童的一个行为 只要孩童有某种 不管是正向还是负向的行为 它其实在家长的这个部分 是呈现一个相同的比例的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整个这是一个需要从学校 社会还有家长 以及儿少自己的一个态度 跟行为上去做起的话 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友善共荣的一个态度 跟概念 而友善的教育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在一个平等的学习的机会 也就是在这样的孩子在一个空间当中 一个教育环境当中 他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被尊重的一个学习环境 也就是不歧视的原则 这也是符合国际儿童人权公约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家福基金会在国际儿童人权日邀请轮椅女孩雪莉 艺人高山峰与儿子恩恩 儿少代表文英佐呼吁关注特殊需求儿少心理健康 每一位孩子都应在免于暴力与鼓励参与环境中成长 一般的儿少他可能在生活上比较需要一些旁人的协助 那可能他有一些比较多的需求 那可能在不了解或者是有一些误会的情况底下 有一些儿少可能会觉得跟这些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儿少 相处起来是比较需要费更大的心力的 但其实这就是缺乏理解和同理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特殊儿少的需求 和他们所经历到的 那我相信儿少们就可以更去理解 或是更能去在生活中协助这群儿少 其实我自己会在过去可能会有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儿少可能会比较特别 或是他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 但是在可能是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会慢慢了解他自己可能是有哪些地方 在生活中哪些地方遇到困难 甚至他其实受到很多的 在生活中受到很多的阻碍 或是一些困难的地方 那其他儿少可能是不了解他的 但是在听过他的故事之后我就比较能理解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有遇过 例如说可能是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他自己的可能会比较敏感一点 或者是对别人的言辞 他可能很容易就是比较往心里去这样子 那就是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可能就会特别去注意自己的用词这样子 比如说上课要分组嘛一些报告的话 然后很容易就会听到一些同学就会跟老师抱怨说 为什么要跟他一组就是跟他一组很讨厌 然后我想要跟他一组之类的话 然后也有一些同学是会动手的 或者是言语上面有些攻击 像是言语上面的话他们可能会说我是怪物啊 为什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攻击的话有些是直接动手的 所以这种经验算是蛮多的 就是一开始会想要去改善这个状况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就会渐渐的讨厌去上学这件事情 会逃避 就会想要在家里面 然后情绪上面也会有一些影响 就是会容易想哭 然后小时候有曾经想要自杀过 算是影响我蛮深的 我觉得敏感占很大部分吧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跟特殊儿童相处过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和我们相处 可能会怕冒犯之类的 对 我是觉得就是把我们当作一般的朋友 这样子去相处就好 因为虽然说就是我们其实也知道 身体方面有些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但唯一不同就是我们只是需要多一点点的帮忙而已 如果能以平常心去跟我们做相处 那当然是最好的 那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会害怕说冒犯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过于去害怕 因为其实像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们有交流的话 其实可以问我打个比方好了 有些人可能会想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 大家可能又不敢问 但是其实我是可以被接手问的 那我会建议大家说如果今天真的想要跟一个特殊儿童去交流的话 可以又想要知道他的状况的话 可以问他说我方不方便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如果想说以后你可能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也可以帮忙你这样子 其实这种交流是蛮友善 而且双方也是蛮舒服的状态 家福表示透过儿少视角 从孩子本身看见家长 学校 社会 对特殊需求儿少的态度与行为 在共融的趋势下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呼吁可以从引导认识 友善尊重 接纳培育 鼓励接触等方式 一起成为特殊需求儿少心理健康守门人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新一区公所举办的新移民英语课程 从107年开办至基因 吸引了许多新移民姐妹来学习 今年的新移民旅游英语课程 除了教导基础发音外 还融入了唱歌 学英文 在结业典礼中 新移民姐妹们整线丰盛的学习成果 台北市新一区公所从107年开办至今的新移民英语班 课程内容丰富 老师教导新移民姐妹们 从认识音标 基础发音学起 再进阶到生活英文和旅游英文 今年的课程还特别融入了唱歌学英文 学员们展现丰富的学习成果 我们应该像拍戏一样 Action Action One, two, three, action 好,来开始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English class is named Life and Traveling English Today we will read a letter Dear Mother Dear Mother And sing a song Big, big world Big, big world Hope you will enjoy our shows Thank you Big, big girl In the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因为我们是主题说是 Traveling English 那之后随着慢慢开放 大家出去玩 就可能会订酒店 吃东西 都会用英文点单 这样子 会用到 因为我本身 有一点英文基础 所以在一起 跟大家一起玩 沟通 他们就学我当班长 单词重任 然后单词都很开心 大家都对我很友善 都很好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像我们在进修的过程当中 英文还蛮普遍的 像我们以后可能 小朋友在问某些问题的时候 是对我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以后旅游啊 或者是说生活当中啊 都会比较频繁出现的 而且现在曲工所办的新移民活动 它变得很多元 它不会仅限于说像什么餐饮啊 或者是说像一些手作课程 我觉得语言这个还是蛮好的 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那我们在上课大部分都着重 让他们讲 因为他们是主人嘛 那所以 那这个学期就比较不一样了 同学们对发音已经有了概念 那我们就开始往世界走过去 因为这个班一开始就是旅游英文 那旅游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的部分 那所以我后来就在这个第一堂课 第二堂课就是把 让他们看智慧发音的部分 做一个review 那整个下来 大家的接受度还不错 看到智慧知道发音 然后知道轻重音 然后当到智会有连音 所以后来新住民有很多同学 因为他们会跳舞 然后有的多彩多艺 后来我们这一次就用了唱歌的方式 就放入了唱歌的元素 我们交了三首歌 那这次他们 他们还不错 从歌里面呢 连音就连得很漂亮 对 然后大家也会有点感受 透过课程快乐学英文之外 学员们也结交到许多好朋友 具有跳舞专长的学员 也在节夜典礼中 带领大家一起跳舞 气氛相当欢乐 疫情期间 大家都很难在一起相聚 那这一次上课就很珍惜这个机会 大家在一起 然后学习英文是一个 好像是媒介 让大家心在一起可以一起学习 然后每个同学可以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互动 这个机会在疫情下 就越来越珍贵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因为这次疫情也感觉都快过去了 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 希望来年有更好的像这样的一样的课程 大家在一起交朋友啊 跟老师都很开心 老师对我们也非常非常的nice 所以而且我们学了这个英文呢 那以后就是在生活中也会有常常用到了 所以非常实用 因为可以认识很多的新住民朋友 然后就每个人的才能都蛮无限的 然后就会比如说有的舞蹈团的 然后有一些是餐饮的 然后我们就会在课堂上有个大融合 对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些同学从第一期上到现在 他们真的是从不懂到懂了 看到只会念的 然后他有信心跟孩子来互动 所以我们都是focus在最基本的 然后不怕慢就是也不怕也不怕念的少 就是把会的东西你就表达的非常的完整 所以他们基本上会用 我们说我们出口不要成智 出口就用出口就成句 简单的造句并不难 对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学期的主轴 从发音的地方跨越到生活的英文 然后跨越到旅游的英文 对然后现在有唱歌的部分的元素就出来 所以表演这次会比较精彩 那我们当初是因为新移民 他其实从别的国家来到我们台湾 他有本身有这样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就连续开了两年 那当时也是因为有新移民的建议 好我们在参与市预算的时候 他们有提议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纳入课程 那他们自己也非常享受这个课程 那尤其呢 英语班的部分呢 可以有唱歌 用唱歌的方式 让他们更觉得不会太生硬 或者是带一点那个活泼的气氛 对那我们非常开心 他们今天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成果表演 参与的学员说 感谢新移区公所多年来开办多元种类的新移民学习课程 尤其是英语课 让他们受用很多 不论是陪伴孩子学习 或是外出旅游都有很大的注意 新移民 新移民 赞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 中家宽评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空腹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G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选战进入倒数冲刺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一步一脚印 持续到市场败票 在水源市场自治会会长的陪同下 黄珊珊一一的向贪生和顾客问好败票 也肯请大家帮忙拉票 选战进入倒数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来到公馆商圈的公油水源市场败票 在水源市场自治会会长的陪同下 黄珊珊脚步不停歇 一路向在场的摊商和顾客问好败票 对我们其实市场风险很大 你刚才叫我们帮忙什么东西 他都答应 所以他对市场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 他们很怕也可以和 水源市场在这边算是很重要的一个 水源市场 对 风险很大 有啦 地方他们有什么要 会得他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就尽量协助 他都放我们协助 有啦 尽力而为 好 谢谢 大家好我是珊珊 谢谢 麻烦娘好 谢谢 她在忙 不好意思 欸 水饺阿姨 水饺阿姨 谢谢 超准时的 台北市第一名 感恩啦 不好意思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知道 道歉 你好你好我是珊珊 谢谢你们 你好我是珊珊 谢谢你 黄珊珊 谢谢 是我 谢谢 道歉我是珊珊 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拜托 拜托 好 好的 拜托拜托 你好 黄珊珊 拜托拜托 谢谢 再给谢谢 大哥好好拜托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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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老师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珊珊 谢谢 谢谢你 大哥谢谢 不是我 他过了 谢谢 很好 谢谢 大家 可以啊 我帮你吧 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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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的 一二 再多两张 好 好 你好 我是珊珊 是我本人 這是我本人 拜托 我是鼓子要給我的地方 不要客氣 謝謝 謝謝 你好 哇 這專業的 專業 這專業的 我看一下 錢在這 這要特別跑去買才有的 對 已經沒了 好像沒了 對 昨天最後一個 真的嗎 你買到最後一個 對 我好像成貨也不多了 選錢 選錢 要把他清光光 謝謝 拜託了 拜託了 這是我 拜託八號 要拉票 要拉票 知道黃珊珊會來水源市場拜票 許多支持她的民眾 還有媽媽 要拉票 帶著小孩 也特地來到現場 為她加油 我是 前天 就是看到她的 肇事晚會的 那個影片 我才就是喜歡上她 因為其實我不是 台北市的居民 對 我們住新北市 然後今天特別來這邊 追她這樣子 然後因為 看到肇事晚會的氣氛 有被感動 所以我就特別去搜尋黃珊珊 然後 一直回顧到她 很之前的那個 偷文 然後很多 直播的動態什麼的 對 然後我覺得她真的很不做作 因為她敢直播 對 直播就是拍了就拍了 沒辦法剪片 對 所以就希望她可以 越來越好 然後加油 然後想要提醒她 就是要保重身體 對 因為真的太辛苦了 前陣子生病她也都 沒有缺席防疫記者會 這個我覺得很感動 這樣子 那妳會幫她 那妳會幫她拉票嗎 因為妳住新北 對 然後但是我就問了 就是旁邊大部分的人 其實我們 我周圍的朋友 大部分也是住新北 但是如果有住台北市的 所以我跟她說一定要抽黃珊珊 怎麼會特別想要來給 那個珊珊姐簽名 因為我們全家都很喜歡 副市長黃珊珊 然後其實我先生本來今天要來 可是因為要上班 她開會沒辦法來 所以她就說請我一定要 來這邊等黃珊珊姐 然後她說晚上下班 她要去景美夜市 果然是瘋狂的 瘋狂的爸媽 就是都有看那個行程 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都有在Follow 因為她從在副市長那邊的時候 就在積極的幫我們做渡庚的程序 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對 原本住戶一直衝不到同意率 但是她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反向投票的方法 讓我們完成了八成的 八成的那個同意率 然後也完成了最近的選屋 對 那現在已經在市政府河地 那希望能積極的 希望能在她任內能開工洞子 所以才特別幫助她 因為真的460戶比斯文里三期都還難 現在是台北市最多戶的一個整宅都更 所以到處如果有她的活動的話 有時間的話就盡量來幫忙 那其實不只我 我們的天智第一號分身有另外一位水大哥 是她發起的 黃山山 共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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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祝福黃山山公票單決 謝謝大家 謝謝 黃山山是年輕人推出的代表 年輕人要有前途 必須選8號 黃山山 台北的希望 黃山山 台北的關塔 黃山山 青年人的希望 黃山山 大家一起支持 黃山山 共産 選戰 選戰進入衝刺階段 黃山山持續一步一腳印到市場敗票 也肯托大家幫忙拉票 誠懇親民的形象 受到許多民眾的支持與力挺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選戰進入倒數階段 候選人是拼漏搏向戰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除了化身最強母鸡 與各區市議員候選人掃街拜票外 更打出了夫人牌 他的夫人挺著六個月的運度 做蔣萬安的分身 參與活動跑行程 為選戰做最後衝刺 緊握選民的每一雙手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蔣萬安夫人石仿軒 挺著六個月的運度 來到大安區成功市場掃街拜票 要在選戰倒數時刻 做蔣萬安的分身 而蔣萬安則是化身最強母鸡 與各區市議員候選人進行掃街 盡全力催出每一張選票 過去兩次立委選舉 我太太都有陪我在最後階段掃街拜票 或者是追垃圾車跑一些行程 所以有時候晚上回家也幫我準備一份宵夜 聽聽我一整天發生的事情 他一直是我非常好的心靈夥伴 以及後勤支援 這一次因為剛好環有身孕 環有三保 所以我想接下來在選舉最後階段 他一直也很關心我的選情 所以倒數幾天他也會當我的分身 陪著我參與一些適合 而且他身體狀況與其的話 一些行程 所以我想一些受邀我們兩個同時出選活動 也會一起參與 對我來講就是最後衝刺 全力以赴 加倍努力爭取市民的認同 也把握每一次跟市民朋友接觸的機會 透過闡述對於台北市政未來 破壞的藍圖 具體的政策 能夠讓市民更加的了解 也持續讓我成為市民最好的選擇 特別是現在 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努力 更勤奮更謙卑 我們態度就是如履薄冰 戰戰盡進 不敢大意也毫不鬆懈 我想我要向市民展現 拼搏到最後一刻的決心和毅力 我認為為堅信 投資教育就是投資下一代 而投資下一代就是投資台北的未來 蔣萬安認為相較其他五都 台北市進步腳步緩慢 因此在選戰進入倒數100天時 他展開行腳計畫 深度走訪12個行政區 了解地方需求 同時也頻頻舉辦政策發佈會 讓選民了解他的市政願景 台北市在過去這幾年 相較於其他五都進步的腳步 還有相較於國際其他的城市 進步的步伐幅度 其實我想市民都感受很深 所以我想要參選台北市長的人 也應該要正視這些問題 不管是商圈的沒落 人口流失的嚴重 都更速度的緩慢等等 所以我想唯有正視問題 拿出解方 然後告訴市民要怎麼樣來解決 才符合市民的期待 其實我想民調都會有各種變化 但對我來講就是財文腳步 一步一腳印扎扎實實在基層請走 請握每一雙手 也持續的透過跟市民的對話 告訴他們以及闡述我對台北市政 未來破壞的藍瓶具體的政見 爭取市民的認同 對我來講 我個人就是持續的基層請走 讓我成為市民最好的選擇 那我想其他對手 他們不管如何 我們都希望能夠回味到選舉的主軸 市政的討論 中共議題的交換意見 我想這才是市民的期待 面對對手陳時中頻頻合體 總統蔡英文站台開獎 黃珊珊則是強打三年半的副市長經驗 選戰最後關頭 蔣灣選擇勤跑基層 要用一步一腳印贏得選民的支持 爭取11月26號讓台北天空再現藍天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歷任衛生署副署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陪著國民抗議 度過許多疫情難關 在疫情逐步收斂之際 他決定要參選台北市長 期盼用政策造福更多人 早上8點是許多市民朋友 到市場採買的時候 我不是來買菜 是來掃接拜票 和大家打招呼 聊聊做生意的辛苦 台北市一座交通房門的城市 根據交通部的統計 台北市的計程車登記數量 超過3萬多台 是許多市民交通移動的選擇 今天我坐上邱先生的車 聽他分享從夜14年的乾苦談 夜晚的台北 別有一番風景 今天我和我的好朋友孫醫師 來到貓空泡茶 當然路稍微比較沒那麼好 那但是其實這裡風景啊 或是氣溫啊其實都是蠻好的 輕泡基層聽取聲音求得支持 這是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一天的行程 城市衛福部部長的他 陪著國民抗議度過許多疫情難關 贏得民眾掌聲 卻也因此深陷高端疫苗疑 但他沒有停下腳步 轉而爭取台北市長位置 持續端出政見牛肉為民服務 台北可以更好 台北值得更好 更能夠把事情做得更好來 這是我們自己出發心 我們想要提案這個土地做一些事情 讓台北可以進步更快的 不要讓停頓 可以開始繼續來進步 要讓台北進步 第一要讓世界看到台北 讓世界看到台北 要來做一個世界的台北 所以第一個 為了要達到能夠做世界的台北 我要成立國際事務局 按照這個城市的外交 招商引資會展的經濟 把這個會展經濟的社會好 可以帶動我們的觀光經濟 整體把它提升起來 另外一個台灣有很多很好的產業 這好的產業 不管我自己知道 我們的生技產業 很多醫療的 生物科技的 這在台灣現在都做得很好的 ICT產業 ICT產業 這也是很好的 這些都是我們非常非常非常用的經濟項目 要讓帶動很多國外老的人 大的廠商 大家來台灣來參加這個展覽 來瞭解這個 很多人來這裡 經濟做好 順便把這個觀光 觀光的一個科技也把它做起來 第二個 我們要做一個移居的台北 比較好大的 台北都要比較好大的 比較好大的 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區域治理 上禮拜 我跟北北基頭 大家來講 我們要做一個區域治理 這個北北基頭 先把首都 首都票 1280元 你降作1200塊 可以使用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捷運 這樣積結 這樣下台鐵 國道客運 也讓使用的項目變多 換句話說 使用的量會增加來 目標的人會增加來 這個都市 晚上百多萬人 到現在四百多萬人 在北北基頭 都把它鋸起來 就差不多一千萬人 這一千萬人 裡面有一個生活圈 沒問題 裡面有一個經濟體 因為交通的關係 連在一起 這個經濟體的人就多 消費的能力就強 然後呢 我們相關的公共的投資 你的成本 變成槓價 單位成本槓價 我可以比較小的價格 來訪問 這樣市民 讓大家活動力變得更強 消費力變得更好 因為經濟就越來越有幫助 另外呢 對於我們相關的一個流域 和有相通的 和岸的相通 大家一起來做 產業怎麼樣來做共融 怎麼樣分工 證明說 科技園區 誰的科 產業園區 然後來做一個分配 產業鏈 怎麼樣來做進行 效率會讓它變高 不用重複的去投資 那當然在交通上面 綠色的運輸 也一起來做 可以把它越做越好 另外我們當然在區域治理的時候 也提出來說 我們要做U-bike 2.01 這個1就是電動的意思 電動腳踏車 台北市在這幾年 我們要增加1000輛的電動腳踏車 配合這樣的捷運 那這樣公共運輸的網絡 可以變得比較大 那開車做摩托車的機會 就相對的變小 那運用公共運輸越多 那塞車的情況就會稍微改善 停車的問題也會得到一點解決 然後最後我們講到說 全齡的一個照顧 我們現在能夠做一個幸福的台北 第一個讓大家在成家的時候 能夠輕鬆一點 所以社會住宅一定要努力的來做 那社會住宅的價格也要它往下降 然後另外我們的 除了我們有租金的補貼之外 我們也要再另外加碼 補貼1500 在台北還是租宅 還是比人家比較貴 那要讓年輕人現在 老的條他要住的條 住的條他要有夠 大家要給他負擔不要那麼重 不光是你的租金和薪水都吃完了 大家都沒有另外餘力 能夠好好的生活 另外我們在生小孩也會補助3萬6 等等的都可以讓台北 希望能夠成家立業能夠輕鬆一點 對政策侃侃而談 同時他也規劃許多接觸各領域的行程 了解社會環境與不同立場 民眾的需求 我們要讓小朋友快樂 我要讓他多元的學習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在高中108的科學 雖然爭議很大 可是他目的一個特色教學 所以他有校定的立修 他有一個多元的選修 他有一個彈性的學習 在在都在標榜就是說 已經從標準化的教育 走到因財施教 所以這裡面第一個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對老師或環境 教學者 他的一個支持很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在這裡面要 要共聘的代理老師 要把它降低 這些都是要對教學者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們整體來講 對於老師們的一個支持 對於學校的一個支持 將來市政府一定會全力來做 我常常在講說一個政策 最主要是要照顧到人 那身心障礙的朋友 是我們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那怎麼樣三代導盲犬 就能夠加會在我們身心障礙 有視障人的身上 那像剛才我這樣把眼睛遮起來 雖然一小段 但就有感到徬徨無助了 但是有導盲犬的幫助的時候 心裡就心心的健康 就從剛才我們的朋友在電視 在裡面在講的就是說 他不但可以幫助到身心障礙的人 身心障礙又可以去幫助身心障礙的人 那這樣把愛傳出去 所以在社會裡面大概有幾個 一方面要幫忙宣導 剛才講說事不宜問嘛 就是他開始在工作了 就不要去亂摸他 不要去撫摸 不拒絕不呼叫 不撫摸 還有要主動去詢問 這些都應該要積極來推廣 那我相信 在揮光裡面的幫忙之下 未來這導盲犬一定會越來越好 那未來我如果當市長 我要怎樣加強勸募 加強的一些工作 這我一定會來做 一個台北市長 有沒有全心全意的投入 有沒有全心全意的跟中央一起來努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央政策的成敗 跟地方的執政的成敗 其實都是相互關聯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一次 要花這麼多時間 來我們台北市 跟我們台北市的選民 來拜託 尤其台北市真的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贏 這樣好不好 好 陳其邁 陳時中 沈伯伯 對不起 還沒有那麼老了 我們的沈伯院長 是我們在防疫的整個過程中 最重要的三個人 他做指揮官 他所有的政策 跟行政院各部會的協調 他指揮 我們一定要讓他當選 讓國際社會曉得說 我們台灣的人民 肯定我們自己的指揮官 大家說對不對 對 11月26號我們就要投票了 我相信今天來到現場的 大家都非常希望 我們下一個台北市長 一定是陳時中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既然希望 下一個台北市長是陳時中 我們就要一起 讓他當選 陳時中懇請市民給他機會 讓政策照顧更多人 承諾四年時間 讓台北脫胎換骨 每一個學生都 記者問郡 台北報導 好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 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 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 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 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 可以移花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 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 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不明要 不要只看標題 不要分享 不要按讚 不要驚慌 要查證 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 在金融市長聯誤 胡昌和立委蔡世映共同向中央爭取經費下 耗資2500萬元 興建的信義區親子館 即將在12月試營運 江江江江江 基隆市長林又昌和立委蔡世映 以及社會處長吳挺峰區長徐雅文 市議員江建玉 陳怡 和姓綠里長吳明達 以及陳君佐市議員候選人等人 一起開心匕首式 向家長們宣布介紹 耗資2500萬元 七個行政區中 最後也是最新一間新蓋完成的 信義親子館 即將在12月試營運 明年1月正式啟用的好消息 我們赤製了2500萬 中央補助1700萬 地方自籌800萬 那在1樓的部分 可以提供0到2歲的拖映 有12名的小朋友可以來使用 另外2樓的部分就是親子館 2歲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在這邊使用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未來會成為我們新一區很重要一個親子 活動跟服務的一個空間 因為市長當時提了一區一親子館的計畫 那再跟我提了之後 我們也協助向中央來爭取補助 所以這一個案子是由中央跟地方合作的親子館 那其實你可以看它的外觀的設計 就非常的色彩化 就是跟我們過去有機動室的許多建築 相對之下它今天非常的活潑 那也讓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未來來到這個地方 第一眼的感覺 就覺得這是一個讓它快樂更溫馨的區域 那更重要的是它在裡面 除了親子的部分之外 另外有推動了2歲以下的拖映中心 所以未來包括拖映跟親子的部分都可以來納入 那這也是表達我們之前推動的 一區域拖映的這個目標 我們要逐步的來推動 那不論是拖映或者是親子的活動 事實上都是要讓我們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 有一個區域可以來 林佑昌特別感謝立委蔡世映 中央政府基隆市議會 以及當地里長和許許多多的人 大家共同的努力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進入選前最後關鍵 韓國瑜再度來到基隆 為國民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進行車隊掃接 爭取選民的支持 畫面上就是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第三度來激用為小愛爸爸謝國良助選 下車到達的那一刻 現場的氣氛立刻沸騰 圍觀的民眾跟粉絲 一起為謝國良喊凍蒜 也為韓國瑜加油 很多里長很多地方人士都相當期待韓市長的到來 我早上也跟大家說 很多人都準備了鞭炮 要來歡迎韓市長 各區都有 所以相信今天會是一個很熱鬧的下午 我這個競選對手 現在就是酸葡萄了 但我是想提醒他 他越酸 我覺得對他的票數會越減少 所以我們應該還是樂觀正向 像陳其邁市長來 我們也歡迎來基隆 對不對 來基隆幫忙 我們覺得都是好事 最好還能夠促進基隆的消費 所以我不會像我的對手一樣酸葡萄 我也建議他不要一直很酸 這樣子選民會覺得看了不太舒服 謝國良表示 最後關頭要認為要快樂選舉 希望爭取大部分選民的認同 一起讓基隆未來更幸福 記者黃日生基隆報導 選戰進入倒數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蔡世映 和北高市長候選人林家榮和陳其邁合體 向選民敗票 宣傳共推的首都通1200元吃到飽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自爆 是自己打電話給蔡世映自告奮勇 要來幫忙 他相信蔡世映一定是跟人民 站在一起的好市長 延續基隆進步 就要蔡世映來當市長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蔡世映 和新北市長候選人林家榮 正在基隆最熱鬧的愛三路 向路過民眾宣傳1200 首都通的政策互相拉抬 包括基隆捷運跟西東捷運 另外當然首都通 交通夜票1200塊 基北北桃首都生活圈 除了我們看到的捷運之外 其實更重要是納入台鐵 以及國道客運 還有機場捷運 以及未來的基隆捷運 這幾個部分都納入之後 才能夠真正的讓整個首都圈的通勤 有一個新的展現的面貌出來 不只有林家榮 下午高雄市長陳其邁也北上合體立體 蔡世映打大咖牌全力催票 我是基隆出生 他跟基隆很有感情 在佑昌當時要選市長的時候 我也跟他成立聯合服務處 我們陳委員 當時是立法委員 還特別來到基隆 為我高歌一曲 獲得現場的滿堂彩 他過去這兩年 兩年當成四年在用的拼高雄的經驗 確實讓許多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高雄跟基隆 南北兩個重要的港口都市 我覺得我們彼此之間有很多學習 可以互相能夠來討論的地方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也陪著蔡世映掃街拜票 出生基隆的陳其邁 對基隆有很深的情感 一直把基隆當成他的第二故鄉 一天內找來新北高雄市長 候選人來站台掃街拜票 蔡世映要離拼最後的勝選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穿著白襯衫 走到人口密集的青豐街 吳怡農一一向選民問好 帶著同黨籍事議員候選人 張浩瀚徒步掃街拜票 許多選民看到吳怡農的親和力 紛紛握手致意 民主是台灣最大的優勢 這是為什麼18歲公民權如此重要 我們必須擴大參與 我們的民主才有提升的機會 吳怡農日前幫民進黨拍影片 呼籲支持18歲公民權 邀請大家11月26號回家投票 我們這次休憲案的門檻 非常的高 965萬票 這個休憲案不是看誰票多 就決定了 這次必須要有 將近1000萬人蓋下同一票 我們18歲公民權才有機會過關 那其實今天跟我們基隆市最年輕的議員 站在一起的原因 也就是希望透過我們今天的呼籲 讓更多年輕人 更多年長者 更多超越跨過年齡層的人 都知道下個禮拜六 有這張選票 而且需要你站出來投下同一票 讓我們的政治更年輕 讓我們的政治更進步 讓我們的政治更民主化 那也希望大家支持我們所有年輕的 為年輕世代持續付出 持續服務的每一位議員 吳怡農在基隆市議員張浩漢的邀請下 除了到基隆 宣傳支持18歲公民權 投下同一票之外 也和張浩漢一起徒步掃接拜票 尋求選民支持 我想過去四年 我們努力在基層來做服務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藉由年輕世代的想法 給我們地方 帶來更多不一樣的建設跟改變 我相信在我們中任區的市民 都可以看到這幾年 中任區真的變得非常的不同了 那接下來我們希望說 我們選我們各位的市民朋友 能給我們真正用心 在為地方服務的 這樣的一個民意代表 一個繼續跟大家服務的機會 用我們的創新的思維 來努力打造不一樣的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基隆市 那最後再一次跟大家提一下 這一次的一個公投案的 這一件事情 其實是台灣首次 交由我們的一個公民 來做複決案的一個投票 所以這個是我們有史以來 第一次我們可以執行這樣的一個權力 那所以這邊也鼓勵 我們今天不分年齡 不分政黨 大家一起來為台灣的未來 投下我們神聖的一票 立憑18歲公民權公投通過 吳怡農全力吹票 也替代表年輕世代的市議員張浩漢 推出更多的選票 邀請大家支持18歲公民權 投下同一票 也請你支持選擇正面選舉的 每位民進黨候選人 11月26日為台灣挺生日出 回家投票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經過四年的規劃 金融市長林佑昌宣布 北五篤國際研發新政計劃 已經大致完成 搭配金融捷運興建 將以臨近捷運車載周邊29公頃土地 作為產業優先的發展範圍 未來20年 渴望成為金融產業與就業發展的新引擎 林佑昌表示 在金融捷運定案後 位處於新北市與金融市交界處的 北五篤大片的倉儲區將轉型 其中29公頃將作為優先產業發展範圍 不僅是智慧研發園區 也會打造新的產業聚落特定專用區 產業專用區及捷運開發區等 成為首都圈新的產業基地 這地方是金融市跟新北市的一個交界 未來的這個產業的園區 結合的新北市那一邊 他們也一樣配合的金融捷運的開發 他們也會有新的產業基地出來 那未來金融人 金融市民就有機會 能夠在這個地方 有更多的就近就業的這個機會 配合北五篤國際研發新政的規劃 還有三大交通配道計劃要同步進行 包括串街五篤交流道與台五線的聯絡道 篤南一之一地下紮道脫寬 及大德路脫寬案 其中篤南一之一地下紮道脫寬 規劃設計案已經開始推動 原則上應該是明年 篤南閘道的規劃跟設計要完成 然後希望是明年底 後年初篤南閘道的一個 拓寬的工程必須要進行 第二個是大德路的一個拓寬 大德路因為現在不是都市計劃道路 所以我們大德路的拓寬 必須先進行都市計劃的變更 近年來在中央權力協助下 包括山坡地解編等 縣市基隆和股發展的緊箍咒去除 後續才能推動都市計劃變更 及基隆捷運開發等 他相信未來不管是誰當選市長 都應在這個基礎上 繼續務實踏實的帶領基隆市 往前邁進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還附上消毒 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如果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隨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三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將收到的訊息整篇貼上 即可查詢是否為假消息 買勾片 同樣加入LINE好友 當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轉貼到買勾片 查證時可點選 綠色按鈕前往查證結果 也可點選橘色按鈕 直接將查核結果 轉達給親朋好友喔 記得收到疫情傳言時 不轉發多查證 散播假訊息 不僅會發錢 還可能觸犯刑責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讓我們一起 對抗病毒 正向防疫 對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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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狩 對抗病毒